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一九一七年 二 邵寻美 邵寻美是典型的公子哥 他的家世真是非比寻常 算是嫡出的长房长孙 李鸿章的四外孙 圣姓孙的亲外孙 邵寻美的长相俊美 高挺的长鼻梁带点古希腊雕像的味道 号称民国美男子 邵寻美曾赴欧洲留学 在文坛上美有孟长君之美誉 他对绝世明远圣佩玉倾心不已 一九二七年一二月 圣佩玉和邵寻美 在上海大光明舞厅举行了体妹的婚礼 婚后生有一男四女 两人相处隐默一生 三 张又怡 张又怡出生名门望族 典型的大家闺秀 后嫁给风流才子徐志摩 却是悲剧的开端 徐志摩结婚的时候就想着离婚 一九二一徐志摩提出离婚 同时希望张又怡打掉孩子 坚强的张又怡还是生下了刺骨 并与徐志摩离婚 他如此说道 我要追寻自己成绩的特质 做个拥有自我的女人 我想让她看看她弃我而去以后 我一直活得很好 经历过不幸的婚姻的张又怡 成功逆袭成上海首屈一支的女士服装公司总经理 和女子商业银行总裁 四 张学良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流影 张学良对着镜头笑得很开怀 蒋介石的面容较为素朴 两人合影实属罕见 张学良是东北王张作林之子 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 曾扛着东三省的大旗 也是西安事变的功臣 张学良有着英雾霸气的一面 同时不识温柔绅士的一面 她一生最重要的两位女人 一位是原配夫人于凤志 一位是美貌动人的赵四小姐 都为她付出了很多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